张华县文化局为了迎接100年度盛事 在园林演艺厅开馆10周年的庆典礼 特别邀请幽表演艺术剧团 规划幽人神鼓鼓舞张华展演系列活动 以全新的制作在园林演艺厅盛大办理 我们园林演艺厅这次非常荣幸 跟幽人神鼓来合作一个 可以说是结合我们广庆10周年的活动 推出时间之外这样一个专长的演出 幽人神鼓可以说是响意国际的一个杰出的幽良团队 他们愿意选择彰化这样一个文化底应 人文丰富的深厚的一个地方 来做一个注点的一个地点 我相信幽人神鼓这样强调 要透过几股艺术带动身心灵的成长 跟展现的这样一个力量 能够跟彰化在地的文化的内容 文化的严肃做一个结合 我相信无论是不仅是提升 我们园林演艺厅的在地的演艺的水准 也同时也丰富了我们在地的文化的表现 同时也带动我们彰化现整个生命数值的成长 所以幽人神鼓不仅在演艺演艺厅演出 他们也走向彰化监狱 也走到学校去带动他们古艺的传承 同时我们彰化现也从这里得到一个另外一个优质的提升 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结合 希望幽人神鼓能够不仅是过去的三年 未来还有更多的三年 能够在彰化这个土地展现更大的成就 展现更丰富的创作的成果 也分享给我们民众更多的心灵的提升 这一场专场演出幽人神鼓 特别在我们演艺厅是13号礼拜六的晚上 以及14号的下午各有两场 欢迎各位民众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 来分享年度的创作发表 而且是在彰化这块土地所 孕育出来的不同的展现 在八月份规划了 幽人鼓舞身心体验营 时间之外抢先看 剧场导览 专业艺术行政研锡营 及幽人神鼓艺文讲座等五大系列活动 带动提升在地制作及规划节目的能力 形塑彰化表演艺术的新风貌 原理员一厅它真的是一个很理想的一个 就是说可以是一个新的制作 开始做尝试的一个很好的剧场 那这一次呢我们将整个的重心 都放在原理演艺厅室 除了我们要正式公演时间之外 就这个作品 那这个作品是我们花了很长时间 已经将有两三年的时间 一直在酝酿 希望把透过我们的几股的鼓 跟还有我们长期研究的神圣舞蹈的 一个肢体的一个关系 再跟多媒体合作 所以这次选择在园林这里先做一个发表 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将科技的这个部分的融合 能够花多一点的时间 来有一个就是说 像是一个尝试的一个组合的时间这样 那另外呢我们也将在这次 因为有比较长的时间可以在演艺厅里面 我们特地设计了几个就是说可以帮助在地的这些朋友们 对于专业剧场的认识的一个一系列的课程 那例如说有一个就是我们开放 就是这些朋友们有兴趣的话来看彩排 你知道像这个一般的彩排 其实不开不太可能看得见的 那看一下就是我们怎么工作 那甚至说导演在跟演员之间工作的时候 他们会注意哪些细节 那就有开放的几个题次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因为其实不太容易开放这样 因为通常大家都很着急 气快演出了 可是呢刚好我觉得这次因为时间充裕 然后在国家剧院他真的 你两天装台根本不可能大家都忙死了 都不太可能就是挪这样的时间出来 那另外呢我们也因为有这样开放时间 我们也特地跟文化局协调之后 开放大家来参观这个剧场 那等于说就是正式的上一些剧场相关的课程 我们就跟剧场的一些就是专业的工作者配合 那讲解剧场的整个的一些技术性的 还有它的一个环境的一个一个讲解的介绍 那也让对于这方面有兴趣的年轻人 可以进一步的深入的了解 一个专业剧场的一个工作的方式 那另外呢我们仍然在这里办体验营 好就是说剧场长期的一个训练的方法 就是像我们几古的还有神圣舞蹈的 就是这些身心的体验 还有艺术的一个就是体验的方式 我们也就在园林演艺厅办一个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体验营的活动 所以这次我们把重心放在演艺厅里面 是希望在这次的活动当中呢 协助大家更专业的进入剧场的一个工作的方式 那我想这个对 因为去年我们在这边演出的时候 其实园林的朋友们相当的支持 那么大家都亲眼看见了一个正式的演出 但是背后到底怎么发生的 我想这次我们就多一点的时间 来跟这里的朋友们分享这个部分 游人神谷特别制作了 2011年全新跨界巨线时间之外 于8月13日14日在园林演艺厅表演厅盛大演出 此外7月31日前 在彰化、云林、南投等地区两厅院售票点 购买时间之外票券 皆可享85折优惠 透过多重优惠活动 希望带动更多彰化地区民众走进剧场 欣赏艺文表演 公益频道林俊明、彰化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好